哈利 各位亲爱的小老弟老天门来的 今天这一集呢是回应小老弟的问题 小老弟在问说这个Element Case 这个背板会不会很油腻 用久了会不会就是黏黏的啦 或一些什么脏污或什么的 那我自己在用的话 我觉得是不会 它这个背板我觉得它很厉害 这个是自体修复的背板 然后它这个背板用起来 有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这种塑胶的背板 你会觉得它很硬 但是它的这个硬的话 它感觉摸下去却软软的 就是说好像你在这个硬的背板上面 又铺了一层那种 好像塑胶的软膜 所以你在摸的话 还感觉好像软软的 所以它这个背板我觉得超厉害的 所以这个可气在摸是非常滑润 手感非常好 那你说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油污脏污 是会 可是它的清洁真的是非常好清洁 你轻松的这样去擦 它就是非常的干净 而且它这个自体修复的这个背板 真的很厉害 就是你现在看基本上是很少刮伤 就是非常的干净 所以你如果很害怕刮伤或一些纹路的 这个背板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那我们装看看 装给你们看 然后呢就是 它这个壳我就稍微再介绍 就是说它这个壳真的太厉害了 所以我已经一阵子没有介绍它了 反正你买这个壳是绝对不会踩雷的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外型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的按键是我用到所有的壳里面按键是最好按的 最轻松的我再按这个按键我轻轻碰到它就触发了 所以它的按键是所有的按键里面我觉得是第一名的 我现在没有按到一个按键比它的按键好按超级超级好按 然后它的外型啊它的手感我觉得都超厉害 而且它是你们很喜欢站立的壳 它就是这种所有四角兽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边我觉得它做得很好 你看这种有人有设计过的它的这个边啊 它就不会去刮手 因为它有做很多这个钻石的切割面 所以你其实你看我碰到这个手的时候 它就会用利用这种菱形的这种切割 钻石切割就会闪掉就会滑掉 所以你其实在碰的话它的刮手感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壳就是真的很厉害 所以如果你说四角兽 我说四角兽就是它可以站在桌面的壳 这个就是第一名 全部我用到现在没有一个壳比它厉害 它就是第一名 所以就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壳 而且它的价格大概1500、1600的话 我觉得也算符合它的价格 它的整个设计还有这种切割面 就是你拿这个壳就是很特别 然后你的这个背板摸起来 看它也没有什么刮伤啊 它又自己修复永远就是那么漂亮 然后非常的滑润 这个壳真的很好 而且它做这样就是很轻薄 你拿出去这壳就是很特别 然后你比如说你有在拍照的 你喜欢拍照的人 它这个壳旁边这个凸起来 你又很好去掌握去拍照 拍照用相机 不然有的壳它这样就是很圆润 你在拿的话这边会反而不好拿 那它现在有做这样凸起来 你除了在玩电动玩具啊 或者是在拍照都是非常好拿 所以这个壳 我把它定位在这种黑框 然后有这种颜色的PC的这种背板 我就是给它第一名 我没有把它讲出来 原因是它太全面了 当然啦 它也许它的手感 它已经手感非常好了 它当然是没有办法跟我说那种 一体成型TPU的比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零零角角 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有一些割线你还是摸得到 可是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如果你说在所有的功能里面 还有可以站立的壳以外 它就是第一名 就没有人可以打败了 所以就是这个壳 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不用担心啦 它这个背板超好的 而且手感什么都非常好 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啰